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层面受伤 黑暗的一面 是否有真实的面对呢? 还是各自一边不愿意提琴呢? 今天您兄的经文是《耶利米埃歌》第二章一到十节 主 何敬发怒 此黑云遮蔽西安城 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 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 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 他发怒 请赴尤大明的保障 使这保障瘫倒在地 他掳墨这国和其中的首领 他发怜怒 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 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 他向火焰视为吞灭 将雅各烧毁 他张公好向仇敌 他站着举起右手 如同敌人将越人耳目地进行杀戮 在喜爱百姓的帐篷上 道出他的愤怒 像火一样 主如仇敌 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 拆毁百姓的保障 在尤大明中加征悲伤哭号 他抢取自己的帐篷 好像是园中的窝棚 毁坏他的聚会之处 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 在喜安都被忘记 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 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 正恶自己的圣索 将宫殿的檀元交付仇敌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纳 像在圣会之日一样 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 他拉的准神不将手收回 定要毁灭 他使外国和城墙都被压 一同衰败 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 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 他的君王和首领坐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 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 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 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 妖树麻布 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 经文就念到这边 哀歌和抱怨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是对神的心态不同 抱怨是对神的不信任的一种表现 会惹来神的怒气 而哀歌是居于对神的信靠 对遭遇的困难的一种回应 哀歌是央求神看看自己的困境 而期待神出手拯救 在每年圣殿被毁日 犹太历雅比越的第九日 也就是西历的七月中旬到八月初 犹太人会读耶利米爱歌 我来放第二章的一小段 让大家感受一下 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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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们就停到这边 先知耶利米在第二篇继续用字母的离合式的尸体 来描述以色列人遭遇的苦难 爱之生则之切 为了避免选民永久的失落 神出手管教他的百姓 耶利米亲眼看到他的预言成真 耶路撒冷的沦陷 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的伤痛 为什么在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捕走 而犹太人不记取历史教训呢 不听从神的警告 继续悲逆 也不接纳他提出向巴比伦投降的意见 导致了目前的光景 神在以色列未进迦南地 就吩咐了摩西告诫百姓 生与福 罪与祸 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五节 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成名在你面前 约书亚在离世前 再一次地提醒百姓 你们若离去 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 耶和华降福之后 必转而降祸于你们 把你们灭绝 这是记在约书亚记二十章二十节 亚当犯罪 地受诅咒 苦难与人犯罪 有一定的关系 而约伯记说到 人遭苦难 不可论断这人是否犯罪 因为只有神查看人心 历史上记载 是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 如走百姓 然而今天经文 很清楚地指出 犹大活破家亡 是因为人犯罪 导致神的怒火中烧 降祸在西安的圣所 自己的矫正 耶路撒冷 我们何知矫正是指 耶路撒冷呢 在历代字上 二十八章二节 大卫说 我心里本想建造电雨 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罪我神的脚凳 耶路撒冷 用非常强烈的字眼 来形容神的愤怒 黑云遮蔽盛城 将其滑美从天上 丢到地下 宝藏被寝负 所以各地的住宿 心都毁坏 神不但不帮助 也不保护犹大百姓 还将以色列的脚砍断 脚的代表 国家的军事 经济的力量 神如同仇敌 将百姓的帐篷 和圣所的宫殿 竟都吞灭了 君王和祭司 也不再被神看重 政治和宗教的活动 都停止了 不能再遵守节庆 心中也没有安息 城墙被毁 君王和领袖 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 兼致没有来自神的异象 导致百姓没有方向 陈渡飞扬落在长老的头上 年轻人垂头 对前景失去盼望 一片寂静 这是一幅何等清凉的景象 对此 神是无故恶意的刑罚吗 还是公义的审判呢 当然是出于爱的管教 作者在第五篇的诗歌 写道 耶和华 求祢使我们向祢回转 求祢复兴我们 当我们看到 犹大百姓的无知和无助 无知是不知道 或是不相信 圣殿要被毁 无助是圣殿被毁时 他们无处求救 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神的公义 和其赏罚的标准 从来没有改变 祢是一位乐意私下 慈爱和怜悯的天父 而我们该做的是 明白祢的旨意和顺服 对神的恩典 不要视之理所当然 对目前的生活 还要感恩之心 对所犯的罪 要认真对待 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让我们在哀歌中 学习赞美神 期待祂为我们做新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历史进入到21世纪 然而这世上的战争 却不断的发生 从近期的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到现在仍在进行的 俄乌战争 主啊 在厄乌这两地的妇女 都为他们先生 为他们孩子上战场 担心受怕 求祢死这场战争 早日结束 让这些士兵 都可以回到家 与家人相聚 主啊 孩子欣赏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祢保守孩子们 不受战争的动乱 也求主保守孩子的下一代 免去战争的威胁 主 求祢不要一去遮盖 求祢私下智慧 让我们明白祢的旨意 主啊 愿祢早日再来 在下公义以和平 翻转一切 让这世界上 再也没有真真 也再也没有哭泣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Amen 请求姐妹们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愿你有个美好 平安的一天 愿神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